13號 難道中第一 James Harden 首先第一個介紹的就是上個賽季火車月娥特殊王 James Harden 另外介紹的是另外一名前鋒 背號六號的 Terrence Jones 這是這場比賽 今天是先發球員 再來看到德士打小前鋒位置 這是高度帥的 James Harden 另外就是這次火箭隊的中共 所以來到台北賽之後 最後一個壓軸被介紹組長的 這是第一組組人 林舒豪 對蹄虎 對尿尼哥先發震盲 來打這場比賽 我們希望你們精進 下午他們很開心 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火箭隊的 James Harden 在上個賽季25.9分 另外5.8次鋒功 林舒豪在上個賽季則是有13.4分 而且沒上比賽也超過6次鋒功 那兩位選手值得提議就是 在新賽季必須要減少他們的失誤次數 所以這個失誤次數加起來 前面所提到的 他真的是 越打越好 10和11賽季的時候 當時我們在第2個被淘汰 11和12賽季的時候 打到第2個才被淘汰 上個賽季更上越成熟 只有打到中區決賽才被淘汰 才被淘汰 才被小巨蛋來欣賞介紹 六馬的出戰火箭的比賽先 比賽先是開始 今天在空球後衛的對面上 其實非常受到蠢目 六馬隊的Jose 沒有對象星的火箭的林舒王 一開始交給David West 他沒有時間了 今年六馬隊 David West 重新簽訂了合約 其他的好的表現 也讓這個六馬隊分享一場 大眾開攻機會 對 出手沒有進 但另外一邊直接靠近 喔喔 頭就今天穿了這個 螢光色的球鞋喔 第一波的進攻 六四喔 六馬隊的腳 打得非常的積極 他的運動能力可以從 這一球可以看不出來 他的跟進 甚至他的 不更的 這樣增進他自己 本身的一個進攻手段 你所在三個萬性出手 不更的 這樣增進他自己 本身的一個進攻手段 你所在三個萬性出手 球進 哇 這個就是普遍多時 希望你在三分線的運動力上面 有所提升 第一球要去加強的地方 比賽剛開始喔 所以兩隊的還在適應球場 來看球場比賽的節奏 喔喔喔 這個球可以說到喔 再來看看剛剛這個球 這個球是 一開始的交給林樹豪 這個三個球 投得比較平 是一個平射號 但還是投進 哇 現在火箭隊有許多 凹塞一個打法 作為第一個進攻的選 我 Jim Fowler Jim Fowler 這球高調給他 你現在幾塊 阿文 這感覺好像不是新加入 這好像他們一起打球了 三四年的感覺 在今年年度最下第六人 進入到火箭隊之後呢 Jim Fowler的一個傳球的能力 甚至在半場 甚至在隊中一個犯規的能力 其實這個在去年當中 哎 三個賽季當中 他是聯盟最會知道 對方反規的球 好 這個Hard或林樹豪 真的讓一人 陳根潤 這個球直接過手的高調 給這拳的拖子 球在防守上 這個Hard或林樹豪 真的讓一人 陳根潤 這個球直接過手的高調 給這拳的拖子 就只能說六馬隊的POL 就已經是防守的太輕鬆 這個回給林樹豪 給操口 林樹豪開始加速 這邊一堆 這球最後被删了下來 但彩蛋確實是 GOL TENDING 慢慢就來 中方分數的是 這個回給被林樹豪 給操口 林樹豪開始加速 這邊一堆 這球最後被删了下來 但彩蛋確實是 GOL TENDING 慢慢就來 VOGO教練 在彩蛋投訴說 這有沒有主場優勢啊 我告訴你 就是有 好 這麼直接喔 再看一下 林樹豪的整個 對球的整個 再看一下 林樹豪的整個 對球的這種判斷 其實判斷得非常的漂亮 你覺得感動的話 就是有機會 看了慢動作之後 我覺得你真的是 真的有 熱身賽 熱身賽 林樹豪目前拿下了五分 嗯 可是你可以看到